一陣創新一團帶來精彩的演出 好 那麼接下來要介紹我們第二個來自我們國際的表演團隊之前呢 我們要跟大家提醒喔 其實呢 今天禮拜二大家在現場主場地欣賞我們相當精彩的團隊演出的同時呢 我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台南市政府喔 包括呢 今天喔 在我們的永康社交中心 還有在安南的台江文化中心 還有在關田的關田國小都有相當精彩的演出 好 那麼接著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團隊喔 相信有很多我們台灣的朋友都相當 除了喜歡去日本之外 就是非常喜歡去泰國 沒錯 接著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來自泰國的聖若瑟瓦娜民俗舞蹈團 那麼因為呢 他們呢 他們要這個智放的樂器喔 還有擺放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惠謙在這邊才有機會呢 幫他們稍微多多的介紹一下 我會用比較這個大家呢 跟大家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說明 其實呢 每位朋友呢 幾乎都有看過泰國的舞蹈 大家都知道呢 他們其實喔 對於這個泰國舞蹈的元素 還有肢體語言動作 尤其是他們當地的這個舞蹈的服裝顏色也非常的講究 但是呢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會知道 其實泰國他們這個泰國舞蹈的靈感呢 都是來自於他們當地的古典舞的形式 很多的朋友都會覺得說 哇 他們的肢體語言非常的漂亮 對不對 因為呢 每一個舞團喔 他們的這個導演 還有的這個導播呢 他們都是去分別捕捉了泰國地區不同地區的民族的精神 而且呢 他們希望喔 就像今天 也就是呢 我們這個區段今年度 來自泰國的聖若瑟瓦娜民俗舞蹈團 他們其實呢 在泰國已經耕耘了相當多的一段時間了 而且其實呢 他們呢 也贏得了泰國喔 呃 諸多的一個成績 更重要的是 擔任了泰國出使的海內外 贏得了泰國文化大使的美運 今天呢 很開心 我們在現場呢 可以看到他們的演出 不過呢 如果 你今天回去之後呢 告訴朋友說 哇 今天在這個競場室呢 看到了來自泰國的國際團隊 相當棒的演出 哇 好可惜喔 今天沒有跟到沒有關係 幫大家追蹤一下 明天10月9號 明天10月9號 他們在白河 真不好意思 今天沒看到 忘了再去白河 然後10月10號呢 我們可以到麻豆 可以到麻豆的總演藝文中心 10月11號 他們呢 就到新市區 陪我們新市的朋友 然後12號呢 在歸人區 接著下來呢 13號 如果大家要在原地等他們的話呢 欸 沒有關係 其實13號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閉幕大會演了 那麼提到呢 我們泰國的國際團隊演出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在泰國當地 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知道呢 有很多的這個各個國家的民俗舞團呢 他們除了呢 注重自己的戲目 還有定劇目的演出之外呢 有一些國際團隊 他們不見得 不見得這個行有餘力 然後再去從事教學的動作 但是呢 我們的聖洛瑟瓦納民俗舞蹈團呢 他們也是希望藉由他們在泰國比較久的一個舞蹈的根基 那麼在學校裡面 還有擔任這個教學的工作 那麼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 會覺得說 欸 每一個國家 他們的民俗舞蹈呢 可能呢 都會有一曲同工之妙 但是大家諸不知呢 每一個國家他們的民俗舞蹈 音樂和搭配不同的創作 大家想不想看呢 準備好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們帶來精彩的 民俗舞蹈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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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